首先是人民币汇率的消息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17 创2022年11月29日以来新低 中共国的数据 都是共产党根据它自身的需要编造的 并不可信 人民币汇率虽然也是操控的 但操控汇率需要花真金白银填坑的 所以看中国的经济好坏 看失业的人数和汇率就能一亏虚实 周鸿一公布了360人工智能敏感审核体系 别人说多重宇宙 中共国事多重内容审核 多极过滤 敏感词判断 凡是中共不想让中国人看见的 一律删除或屏蔽 另外一个新闻是 中国科学家开发出新设备 当偷偷看色情内容时会发出警报 有网友评论 什么样的死见种才会发明这东西 另一个网友说 性无能或者是先天生殖系统畸形的人 才能有这么变态的嫉妒心理吧 除此之外 不可能有这么反人类的人 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事来 对于网友的判断 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做出这种技术的人 或者要求技术人员 做出这种技术的官员 是最乱性的人 包养情人小三一大群的人 他们自己纵欲 却要求别人禁欲 有人问 为什么穿汉服的大多是女生 因为男性汉服要续续才好看啊 当年江苏某高校毕业典礼穿汉服 结果诸位导师被吐槽为烟导 哈哈哈哈 有人问 假如一个人死了 但在银行里有存款 但是其家属不知道 那么银行会通知家属吗 一个网友回答 我就在银行基层工作 首先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储户去世 不管他在银行存了多少钱 银行都是不会主动通知家属的 下面说一下历史 1962年 杨尚昆问廖伯康 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四川省团书记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 说 死了一千万 一千万 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 都要送中央办公厅 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回答说 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 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 而国家统计区中国人口统计年间上 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 实际上恐怕不止调伯康 还以四川省银行县为例 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 营经县委书记说 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有的村死的一个不剩 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 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 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还要挖坑 是重体力劳动 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 只好再从其他的村 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由于饿死一千万人 所以四川执政的李景全民愤极大 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 修理得死去活来 老婆上吊而死 孩子们没钱吃饭 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 他饿死自己管辖的老百姓 而在北京航空学院上学的儿子 李明清受到他株连 被造反派打到几乎要咽气的时候 被送到火葬场 竟然活着就塞进焚尸炉 烧成了一把灰 为什么要搞集中采购 官员想捞钱 但文具集中采购打出来的口号是 防止高考作弊 医疗集才打出来的口号是 减轻患者负担 经济学家张维莹 针对这种现象 专门提出一个名词叫 语言腐败 在法学里 专门有一个词汇叫 行名不拒 说的话 自己都不信 你是文具的生产者 你原本是面对 无数个经销商 无数个零散的买家 是一个自由竞争的状态 如果你产品质量不行 漏油 学生自然就不会选你的 你就卖不出去 你就亏损 倒闭 自动市场出清 但是 文具集采了 文具的使用者和决策者 发生了背离 你只需要搞定决策者 就能把生意做下来 你还关心产品质量吗 关心个毛 你会更关心 能拿出多少商务费用 把上下游的利益链 全部疏通 从而确保自己能够中标 你能指望这样的地区 产生有竞争力的企业 产生世界级的产品 产生优质的营商环境吗 不能 于是 这样的地方变得更穷 商业税更收不上来 想降本增效 想捞油水的人 更会提供行政对商业的干预 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想再绕出来 就难了 从文具集中采购的角度看 很多经济发达的省份是不会干 也不屑干 也不敢干这种事的 容易给自己惹麻烦 不值得 下面读一段网友写的帖子 关于美国的芯片制裁 现在有一波变化 中共反复渲染荷兰 韩国等都是受到美国影响 才参与制裁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这些国家都很愿意参与制裁 他们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担心 巴不得有人出头按住中共 最近看到两条新闻 基本支持这个想法 一是 英国金融时报6月12日报道 荷兰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目的 计划对中共国学生进行审查 想禁止中共国学生 攻读顶级技术学位 事实上 荷兰的大学已经开始拒绝 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公派中国学生 荷兰政府正在要求大学 采取更严格的方法 更好地保护荷兰的尖端技术 二是 韩国最近正在审理一起 三星高管窃取知识产权案件 这人在韩国芯片制造产业 共工作了28年 并曾担任三星电子常务 海力市半导体副社长 他被指控于2018年至2019年期间 以不当手法获取并使用 三星电子半导体工厂 基本工程数据 工艺流程图 设计图等信息 然后企图在距离 三星电子西安半导体工厂 仅1.5公里外 新建一个山寨版三星芯片厂 不过因为台湾合作伙伴的资金没到位 没建起来 该检察院还同时起诉了 涉嫌参与犯罪的另外6人 美国要延长豁免 允许韩国台湾的芯片企业 保留在中国的部分产能 这当然是好消息 但另一方面 这些企业也不会把他们的尖端技术 带到中国了 保留在中国的产能 也就是那些了 知乎上有人问 房地产真的凉了吗 有一个网友回答 我2018年在东莞买了一套房 总价160万 前几天问中介 人家建议我挂130万 房价上就血亏30万 实际上130万基本卖不掉 五年的利息40万 总共亏70多万 你说房地产凉了没 这套房子实实在在是投资用的 我个人偶尔去广东出差 常住上海 买这套房子的起因是 有同学在东莞从事房地产行业 并且是高管 当时他认为东莞还有上涨的空间 所以才买了一套 总价还通过同学的关系优惠了七八万 现在房价下跌 亏损我可以承受 虽然亏得挺多 让人很郁闷 但本来就是投资行为 买之前就做好了亏损的准备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帖子 据他说 曾经受到张维为女儿张维的伤害 十年之后 再次看到张维这个名字 竟然是在热搜上 真的很感慨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和他本人性格难逃关系 蛮横惯了的人 不会真心承认自己有错 2014年 我和他考进同一所高中 还成为了社友 当时我还以为可以成为好朋友 只是后来属实 没想到 15岁这一年是噩梦开始 一生阴影 我性格比较独立 不是很合群的人 不愿意向其他人围绕在他身边 这也可能让他对我逐渐产生敌意 后来他联合其他愿意追随他的女生 开始孤立我 下楼梯的时候 故意撞我的肩膀 后来看我忍气吞声 就变本加厉 当年比较流行一些手段 比如拉讨论组 在QQ空间挂人 但这些都只是铺垫 终于有一天 事情爆发了 张薇带着他的几个小姐妹 把我拽进了厕所的偏厅 在学校公然辱骂和殴打 那种脑袋一把被推在 消防拴玻璃上的震荡感 成了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梦魇 至今我都无法忘记 围观的人群凝视的眼神 那时候每夜都在害怕第二天 在学校会受到新的伤害 就算睡着了 也会在他魔性的笑声里醒来 被折磨到中毒抑郁 我无奈求助了老师和学校 可没想到 学校为了稀释宁人 给了我和他相同的警告处分 没有记录档案 这件事也成了这么多年 我心里的结 所以后来上大学 我坚定地选择了教育学 俯修心理学 为了平复心理创伤 也为了保护更多像当时的 我一样的孩子 很多网友关心他是不是会抑郁 我倒希望如此 让他感同身受才是最好的惩罚 媒体朋友也不用联系我 字节伤疤已经挺疼了 他好坏自此与我无关 当年的老师依旧在职 医院病例都有记录 证据都在 只是我无意卷进是非 这条微博我不想打踏了 我不愿意做落井下石的人 在他被万人唾骂的时候 再横插一脚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给了我 这么多年的自我挣扎 一个完满的答复 我曾经没有得到的那句道歉 现在这个世界替我讨回公道 我现在过得很好 有爱人有朋友 有热爱的工作 和我的可爱的学生们 我想说 正义迟到了十年 但幸亏没有缺席 我世界的雨停了 胡锋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 1954年 他在向最高层写了一篇 三十万字的调查报告后 立即被定为胡锋反革命集团主犯 1955年5月遭到逮捕 1965年 胡锋在被关押了十年之后 被判处十四年有期徒刑 1970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 1978年被释放出狱 1988年 一纸平反的通知 大师才最后送到他掌满草的坟头 胡锋反革命集团案是一个牵涉面最广 蒙渊时间最长的大案 过程中 很多令我们尊敬的名人 大师都扮演了丑陋的 落井下士者的角色 正是他们的推波助澜 使得胡锋和两千多人的命运雪上加霜 好在历史有记忆 让我们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戏剧家夏眼 彻底揭露胡锋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 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 作协副主席冯雪峰 立即把胡锋从中国作家协会清洗出去 撤销一切职务 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吴波销 反革命分子胡锋 我们必须彻底清查这个反动集团的底细 作家老舍发文看透了胡锋的心 作家叮铃发文敌人在哪里 世纪老人冰心发文 我看出了胡锋的阴谋 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八经发文 必须彻底打垮胡锋反倒集团 大戏剧家曹玉发文胡锋 你的主子是谁 著名演员赵丹发文 我的愤怒已达几点 历史学家简博赞发文 坚决反对胡锋集团的罪行 画家风子凯发文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玉剧艺术家长相遇发文 坚决镇压胡锋 音乐家马思聪发文 胡锋住墙角的白影 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自保 历史的残酷和血腥可见一斑 然而 我们再看看他们戏剧性的下场 第一个提出要对胡锋 行之以反的冯雪峰 在胡锋被捕后 不久竟然被划进胡锋集团 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和胡锋有二十多年交情的下眼 并为英肯踹老朋友而免灾 文革中被残酷迫害 入狱八年 吴博霄 文革时被批斗 下放到工厂矛盾改造 老舍的命运家喻户晓 被红卫兵批斗 游街打得满脸是血 遍体鳞伤 实在不堪侮辱 投胡自尽 丁玲刚批斗完胡锋 童年就也被打成反党集团 下放北大荒改造 被迫嫁给农民 随后被投入监狱 兵心文革时被抄家 关进牛棚 在烈日下接受批斗 直到一九七一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花钱 由于需要他做翻译工作 才可以结束劳动改造 巴金 从文革开始的那天起 就被关进牛棚 从学校 工厂到田间地头 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 一斗就是十几年 简薄赞 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 肉体和人格遭到了 非人的摧残和凌辱 一九六八年底 不堪折磨的他和妻子一起 吃下安眠药 双双自尽身亡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 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桥 法国著名思想家福尔泰曾说过 当雪峰来临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哎呦哎呦哎呦有人有人 有人你看那屋里了吗 哎呦那人没事啊 你看人那拍冻着了吗 我肯定没事 嗯 那那不还有人的吗 有人 还有人呢 呦都不大劲呢 我看 这人还不赶紧下来 我没活 我把那门都给我上台 没有 没天啊 没天啊